使得他变成心肠柔软了 那个男的呢 是姓杨尼采的 那你想在那个时候 这个超人是指谁的 就是指鲁迅 当时的对于这个社会很乱 就是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鲁迅的方向 就恨 战斗 正是血淋淋的人生 然后我们要打下去 一种就是说 不能恨 不能战斗 要以爱来医治所有的这个社会 那这个从二十年代开始 这两条路走下来 我们大家知道 鲁迅跟随者 虽然向鲁迅的人很少 但是跟随者很多 跟在后面摇旗呐喊的 全是战斗派 一直到今天 冰心始终只有一个冰心 就是说他这个爱 当然有很多 我另外演过 冰心的传承都在台湾 张晓峰啊 习慕容啊 这个散文的主流 其实都是冰心的主流 但是在大陆 都因为斗争了那么久 所以冰心在整个一代 二十世纪中国人心目当中 是那么一个 就是那么一个乱世当中 很罕见的跟星星 月光 大海 美丽鲜花 这么一个童话 一个永远不过去的童话 可是现在他家里发生了 我们很熟悉的这种人之间 为了婚姻 为了金钱争夺 这个是太防止了 所以我觉得可以接着徐老师话说 可以把这个吴珊的行为认为是一种文学史书写行为 对 怎么叫文学史书写行为 就是说听不懂了吧 听不懂 就是说这实际上是对于冰心所代表的 刚才说这种传统的一个清算 就是说你这种温情 你这种月光啊 你连家里都解决不了 而且人追究说你教子无方 为什么 因为你写计较读者 这家伙行为艺术 这就是我 所以我觉得 你同样这个字要写在张爱玲的墓上 人家就一点都没什么 从来就不相信 所以就是说你这种 彻底解构了冰心 这就是说的 就是文学史上可以说是一种什么浪漫主义也好 是什么这么一种 所有做文学史的人将来都记得 这事 应该就这个传统终结于此 将来文坛的这个意识 这绝对是 我是已经多年没有读这个冰心了 当年我留下的印象也是 我觉得他是搞爱的那种 就是做爱的 不是做爱 不是搞爱和做爱是有本质的区别 新老师 我的印象就是 他就是好像受泰杆的影响 就是对对是吧 就是他是宣传爱的 但是呢 就是后来也有一些个搞文学的 不是搞爱的 搞文学的人就说呢 他浅薄也听到过这种议论 说冰心太肤浅什么的 你们有没有听到过 我不是听到过 我就说过 你也怎么看 我也怎么看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这套东西呢 确实应该解锁 这个我我我人类社会难道不需要歌颂爱 那应该应该用一种比较深刻的一种 一种方法 就是你不能说这东西 不就说比方刚才讲讲这个故事 就包括这个超人的故事 你不能说这个 这种这种另外有一种讲是要恨的东西 他是应该爱应该在这个恨之后 而不是说我根本就不知道实际有恨 这个差别很大 不过不过你讲的都对 只是最后一个我的愿望跟你有点不同 我总觉得这几行字是个小差距 可是冰心常在 这个人类啊 我们都知道辣的东西好吃 都知道有狠狠什么鲍鱼啊鱼翅啊什么 但是照样有人喜欢Hello Kitty冰淇淋 它一直存在 就是说它永远是我们人性社会的一种需要 所以我觉得冰心不灭 就冰心是 只要冰淇淋还在 冰心不灭 这怎么联想 冰淇淋没想 它就是我们精神上的冰淇淋 我觉得是 我们今天不会认为冰淇淋 是最好吃的食物 但是谁说的 冰淇淋很好吃 但是冰淇淋就是冰淇淋 你不能说冰淇淋是一个什么马汉全席 对对对 说你说冰淇淋是一种法国大餐 这确实它不是 但你知道对很多人来说 我宁可要冰淇淋 我不要马汉大餐 对 但是你就是这个事 我觉得就是冰淇淋搁在冰淇淋的位置上 它就不会有个方法 就是写字也无所谓了 但如果就是你把冰淇淋搁的位置搁的不对 那这个写字就有意义 没错 所以我们永远需要冰淇淋 枪枪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芷阳老师 你还听说过关于冰淇淋什么八卦 我听说当年 他跟林慧音什么掐的挺厉害 是啊 冰淇淋曾经写过一篇叫 我们太太的客厅 就专门讽刺林慧音的 是吗 对 她写过一篇书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客厅的女主人就是林慧音 其实就是 然后周围有一堆人围着他转 其中有一个人很像徐志摩 就是就跟那个 就是钱仲书后来写过一篇叫猫 实际上这猫是对我们太太客厅的一个模仿之作 钱仲书也是讽刺林慧音 也是讽刺林慧音 关于林慧音 关于林慧音有两票说 第一票就是这个 但是呢 这个林慧音当时是在这个山西考古 回了之后呢 就带了一楼 送了一楼醋给冰淇淋 还挺会逗的 是吧 送他们家去了 吃醋吗 对 给你送楼醋 但是他仔细想一想徐志摩 徐志摩飞机摔死是因为去参加林慧音的一个什么事情 徐志摩这个世人就是这样在 而徐志摩死掉以后 徐志摩死掉以后 林慧音在北京的沙龙兴旺得很 沈从文啊 他们要是被邀请的话都乐颠颠的 兴奋的不得了 不是 你这徐志摩 你这里面净是物业 埋了雷 他参加的有不一定非得摔死 对 是不一定 但是他是因为 他是为了参加他的活动摔的 这个林慧音这个徐志摩死后 林慧音到那到山东专门去向 而是把这飞机等这残骸挂他们家墙上 就他们家墙上挂着这 不是 然后这个沙龙继续办 也不是因为徐志摩死了 所以继续办沙龙 是人家事 不是不是 沙龙是在徐志摩死了以后办的很兴旺 以前也有 但是你知道吗 现在的那个沙龙最近还要成新闻了 叫这个维护性拆除 对对对 说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沙龙 这个全拆了 可是我跟你说啊 这个很有意思现象 我看了那个照片了 其实啊 不拆也早就没了 你知道吗 早在这个这个这个 前些年呢 这个地方就都已经改了 什么原来的这个客厅 恐怕只有一个原址的意义 那就是个大杂院 烂七八糟的 你说 然后我后来碰到周旭良的太太 她是林慧音的表妹 那个沙龙的时候呢 她一直都在 因为她比她小嘛 小女孩嘛 就帮她们洗杯子啊 洗碗什么 他就跟我说话 他说他来不同的男人就说同样的话 那些男人都很开心 这是林慧音一决 当然这难以考证啊 据那个陈先生 就是那个陈俊来 写的那本安持人物所义 所说 说林慧音 同时给五个男的 发那个电报 有一天好像说徐志摩看到之后很高兴 到到邮局去寄这个回信 发现还子东也来了 他还一对 他给同时给五个男的发同样的内容 当然这个真假的 我说林慧音 他不要算这样 但是林慧音人家这个沙龙也培养了 杨将就是林慧音培养出来的 他有女弟子啊 对 林慧音 这个主编的一个选本 就大公报的小说的这个选集 这就收的有一片就是杨将 他什么叫杨继康 就是杨将的处女作都是 就是林慧音 其实就是林慧音发表的啊 林慧音当时是这个文坛也算是 精英派领袖 精英派的一个重要的阵地盟主 盟主啊 真的是 这确实 周围草语啊 所以这谁不满意了 冰心不满意 所以文人相亲啊 自古截然 这还真的是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 我来写过篇文章说 我一直追看王安逸 但他完全看不到 他把什么都放过 bo 那 好 所以 你